姚妹千万不能跟的五种队友 你看,这个姚妹在跟着后裔 看起来非常的贴心,非常的温柔 但实际上,这个姚根本没有帮到任何人 反而是害了四个队友 一旦后裔被抓,她就会立刻满意送一 让游戏更加逆风 其实在很多时候,你的姚赢不了 根本就不是你的操作不行 而是因为你跟了五种 绝对不应该跟的队友 快叫人家的姚妹一起来看吧 看完之后,上分绝对更轻松 姚妹五步跟 第一,不要跟白烂的队友 说我直言,在游戏里摆烂的人 要么实力不强,要么心态不好 而一个摆烂的玩家 他对自己,对队友,对游戏 都是不负责任的 你也没有理由对他负责任 一旦跟了,不仅对你没有帮助 甚至会被反咬一口 另外,金融场点投降队友也不要跟 这种没有斗志的人,跟了也没有用 第二,不跟逆风队友 什么叫逆风队友呢 我们就拿这个后一举例子 他的战绩差 所以他的经济,等级都是很低的 为什么逆风的人不能跟呢 因为我们是摇 我们护盾的厚度取决于自身的法强和生命值 但我们护盾的硬度 却取决于队友的发育状况 简单来说就是 跟着发育好的队友 你的护盾会特别肉 根本打不动 而跟着逆风的队友 你的护盾会特别脆 分分钟就被打下来 那有的朋友就问了 逆风的人很可怜呀 我们不应该帮助弱者吗 我觉得 有这种同情心是好的 但是摇这个英雄 最不应该有的就是同情心 对于摇这个英雄来说 帮优势队友 收益是远远大于帮劣势队友的 如果你直接去帮一个逆风的人 很有可能会让局势更加逆风 所以呢 你可以去安慰逆风队友 你可以去鼓励逆风队友 但你绝对不能跟逆风队友 如果你实在是可怜逆风队友 想帮他们的话 那我建议你不要玩摇 去玩牛魔和张飞 因为这两个英雄不像摇这样极端 顺风逆风都能帮 第三 不跟不三团的队友 你可能经常看到 有很多队友喜欢一个人出去带线 很少打团战啊 比如李信 米月 老夫子 那么我们作为姚 该不该跟他们一起带线呢 千万不能 一旦帮了 我们是要背大锅的 如果我们跟了单带英雄 队友直接三打五 崩盘只在一瞬间 第四 不跟没位移的C位 注意了啊 这个第四点 不是绝对不跟 是尽量不要跟 因为机制不够契合 就比如说皇家一般这四个英雄 他们都没有位移 如果强行跟 那你就容易满意送一 但如果他们实力很强 打成了顺风 打野玩的也比较稳 那还是可以考虑跟的 第五 不跟看不起姚的人 我觉得 虽然我们玩的是姚 但是我们应该有最基本的自尊 如果有人明确表示 看不起姚 讨厌姚这个英雄 那这种人 无论他是谁 都是毫无疑问 最不值得保护的 如果你能做到 在队局中 不去跟这五种队友 那么你的胜率 一定会有一个显著的提高 当然 对于姚来说 这种也是非常重要的 以后 我会为大家讲解 姚的更多操作技巧 和阵容分析 希望能帮助大家 我是人探 期待你的关注